Hello 大家好,Ray1です 再过两天,12号的时候 我们全球活动第2弹 双传说降临季的双大奖的角色到底会是谁 就会揭晓啦 然后他的动画演出,他的性能 一切都会在 12号的6点的时候就发布嘛 那么在这个角色方面的话 首先第1个在之前的预告片当中 我们就可以get到的就是 元气剑的大特啦 这一张 基本上会是其中一张大奖啦 跑不掉了 只不过他的身上会融合什么元素 可能我们没办法想这样的道之类的啦 因为就 我在想说会不会有 Zack片的可能性也一起放进去在这一张角色上面 我个人是还蛮希望的啦 因为如果是出单个大特的话 然后再来另一张大奖的话啦 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嘛 像是未来犯啦 桃红啊 或者就是其他的 Zack片的角色啊之类的 都还蛮多可能性 但是就我自己个人的 希望来讲的话啦 就始终是 Lose啦 桃红 毕竟 就角色形象来说 他是绝对的帅气的嘛 这个绝对是卡克也的 那么这一次啦 就打算跟大家稍微来聊一聊啦 假设这两张 确定就是大奖的情况下啦 他们的动画演出啊 或者能力之类的 会是怎么个样子啦 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个比较 简单来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就是 元器剑大特嘛 那么元器剑这一个点啦 基本上是 跑不了的啦 可是 可是就是在超片的故事中啦 其实大特触手的次数 虽然说也不是讲很少啦 完全没有啦 只不过就可以让人有很大的记忆点的情况下啦 好像倒没有特别多 像愤怒的大特 元器剑大特 这两个是比较有那个 深刻印象的 还有就是对上 悟空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醒来 对上悟空的时候 那一拍也是还不错 可是剩下的好像就没有特别了 所以就想说 会不会缠杂一些 Z片的画面在里面啦 对这张大特来讲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说 假设如果有登场动画的话啦 我个人是还蛮希望那一个 小大特啦 看到乌饭倒在地上 然后 愤怒到 应该讲了 就爆气嘛 就变成超赛那一段啦 可以在登场动画中啦 可能大特 低头回想就是当年的情况 然后回想完之后 头发 他就抬头上来 变成超赛 我就想说 哎呀 我会将你打倒 这样子 哈哈 然后就可以开塔 这样进场 然后对着可能 Zamax啊什么之类的啦 感觉就还可以 可是这个就比较需要原创 需要原创一点啦 嗯 那个其实大家应该是 蛮期待那个小大特 吹那个地上 然后爆气 变超赛状态吧 应该会有吧 还是 除了我之外 哈哈哈 OK 这个是登场动画方面啦 可是这边因为是 残杂了非常多东西 所以也就 没有什么可以看的 然后再来必杀方面的话啦 其实大特的那个很标志性的招式啦 哎 Bunning attack 就是那种 像劫阴这样 哇就出去了 这个应该是会有在这一次的那个里面 可能就是衔接着比较多的那个普攻啦 然后形态的话 这一个愤怒大特的形态应该也会 出现在这一边 哎或者就是 没有出现在这一个 角色的 卡面上 而是在必杀动画上 哎都是可能性 然后再来的话啦 超必杀 就刚才 就超必杀上面刚才讲的嘛 用在这个必杀上面就可能就是 变成愤怒之后的一段连打 在 动画面 动画上面那后也是有这一段 只不过 只不过就是 他变成这个愤怒形态的时候啦 那个连打 罗杰的时候的那一段啦 其实在之前支付纸的画面上已经有用掉一小部分了 比如说就是把那个敌人红在那个 下面然后喷到一个柱子上来的那个画面 也是在这一边出来的 所以 会不会有 就比较不好说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单人的甲鱼壳炮 会不会再现出来 支付纸已经用在主动机上面了嘛 然后看大特这边会不会再把它给拿出来 因为我马资上也是有讲过嘛 经典画面 用了再用 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边 就看官方会选择拿几招 那么再来重点的就是他的这个 Final Hop Hop slash 那个 最 最终希望展 是吗 也不知道讲翻译 Final Hop slash 这样子的东西就是 炎器件啦 炎器件方面的话我个人意想的话 多数是以待机器的方式来呈现啦 因为如果要用领域的那个那个场地特效的那个方式来呈现的话 应该不怎么容易 而且 毕竟讲是炎器件的话就是要收集炎器嘛 然后收集炎器的方式就是需要一段一定的时间 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用在待机器上面是比较ok的啦 那么就具器 炎器件 然后到时候看官方会是用蓝背来带打 还是 让他行动不能然后有提高扛伤能力跟辅助能力之类的 那么他的动画方面的话 在之前的技大特其实我们动画上面 龙主超动画上面的动画在那张技大特上面已经用的蛮多了嘛 其实他的那个其他游戏上面也是有一些动画 可是大部分的那个情况都会跟这个 呃 超上面的动画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在fighter zack上面看到这个啦我觉得还蛮适合拿来用的 不过因为他是用zack大特的那个 zack片的大特的那个形象啦 然后用这元器件来斩那个zamax 然后主要就是他的一些角度啦 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这边这个就是我个人可能比较期待的动画是这一part啦 可以看一下啦 这个是他的那个dramatic finish 我真的是比较喜欢 这个这个角度 这个从后面拉近 然后这边就一样了 后面的瞬间都都是一样的 插下去然后整个拉上来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幕拿来做的话是ok啦 这个是讲 聚满他的那个气的时候 待机器的那个那个那个充能条 有聚满那个充能条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这一招 然后他的那个KO方面 阿里加多 Mina 哇帅 当然还是断剑会比较适合啦 这个吧只是讲拿来找一讲 我就觉得还是断剑比较符合我们之前的那个原作啦 原作方面会比较符合 嗯 那么 如果是没有满气的状态啦 就是充能不满的话 可能就是他原本不是有一把那个 断剑 然后有一个金色的气嘛 就用那个金色的气件 然后这样去连斩 这样子 可能就是 做在这个方面 这个是我个人在讲说 大车方面的啦 那么重点啦 其实是在桃红这边 桃红这边的话 我可以比较多的想法啦 登场动画啦 其实 他的变身动画有一句就非常经典的台词啦 我一直在等着的都没有 你出了桃红已经是 123 4 包括我们的L1已经4涨了 可是就没有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登场动画 这边是我稍微剪剪一下啦 就参了Fighter Zack的一些画面 然后跟他原作的画面 这个样子 这个我觉得剪下来蛮重点的 然后展开 然后就爆气 变身成桃红 我觉得那个 每个身体的剪影也不太需要啦 然后重点是台词啦 哈哈哈 可惜啦 我这一段的那个命名应该不需要讲 直接 如果是这么个样子的话 大家 觉得怎么样 这个登场画面 如果破这个桃红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属于还蛮期待的 这个会比较长一点啦 不过我觉得官方应该会把一些 没有必要的部分给剪切掉 然后让它浓缩一点 因为这个到了20多秒是吧 然后可能剪到一个10处秒左右 其实如果是直接用Fighter Zack的那个登场动画的话啦 就差不多11秒上面很快 可是 他就是一下来 讲话 然后就笑一下 然后直接 然后就变成那个 然后就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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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吧的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有长一点点啦 然后把他的那个 展现出他的那个邪魅的帅气度 对于桃红来讲的话 然后再来的话 他的能力方面 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 他有一个是 瞬间移动 反击悟空的那个瞬间移动 那一拍的话 虽然说在 这一张 L-L桃红的超毕萨上面 已经用过了 可是我还蛮希望这一次假设真的是有的话 可以用在反击必杀 或者就是反击普攻上面 其实就很简短啦 大家看一下 丢 直接 轰 然后就直接轰下去 就这么个样子吧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 就是靠着瞬间移动然后反击 如果是讲可以反击普攻 好像也不错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 应该说我个人 对于蓝贝来说我是有期待他的那个反击剑弃的 可是没有 那么这张桃红 假设真的是出的话 有这个反击 那还蛮不错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就是 必杀动画 超必杀方面 就 想法会比较多 然后首先 必杀这一边的话 当然我最期望的就是他的那个剑武 有够帅 就是这一幕 不过这边我也稍微剪了一点 就是前期一定要有一些动作 就够了 来 把人打飞 然后 撕 把人打飞了 撕 OK 这个应该是拿一座十二七必杀 蛮OK的 如果这次的桃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爆炸可以爆三次 压力压力 怎么样大家 这个这个样子 这个应该是大家会蛮期待的吧 我自己是期待很久这一part的 就 出来的 一直希望桃红会出嘛 去年也是打支付 那个支付者出来就希望第二part会是桃红 然后就出这一幕 可是出的是 然后 今年来讲的话 又是在希望如果有桃红的话 每次都知道了过后 就希望会有桃红 然后 到现在还没有 那么这一次的话是希望会有啦 然后这一部的话可以把它补上去 然后再来的话 超必杀方面 当然就是那个大连岛 我们会期待的 可是假设啦 如果是有其他的变化的话 可能就是那个刚才的剑五座超必杀 然后12必杀的 12期的必杀就做成龟派气功 因为我假设有变化就讲说 如果 他的那个镰刀会有那个 场地特效出来 做成那个镰刀的领域 就是那个 镰刀展出来的那个 一孔剑领域 好像也是不错 那么镰刀方面的话 因为这一张他激怒之后的画面 基本上是用了蛮多啦 就是动画面 其实动画在这个 镰刀上面的 描述其实也没有特别多 很多都是其他游戏上面拿出来的 像 我们之前的立陶宏就比较简单一点的 然后这个 这一张L-L陶宏 他的镰刀那个镰打 算是 从立陶宏那边 做得更高情话 那么这边的话我找来的话就是这个 Fighter Jack这边的那个 会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还蛮适合 就必杀动画 直接插下去 然后拉的 然后就一堆的那个 从一孔剑出来的 L-Z帮忙连打 然后再来做斩击 这样子 手里是手这个还蛮简单的 可是就 官方 应该是可以呈现到比较 更有魄力一点点 因为我是还蛮相信 他们在L-Z上面 愿意下一些本钱的 如果是有的话 如果是有的话 那么就是这几个画面算是我个人期望会有的啦 然后顺便讲一下 刚才不是讲到异空间的那一个灵异吗 像我们现在最新的两个 一个就是 自属的大特 他是帮未来篇增加攻防 只不过是打去荒野 然后另一个的话 就是Mugen Zamas 那么这边的话 他镰刀展出来的那个灵异 也是可以出现一个Mugen Loge 可是这个 他的灵异里面生出来 或者说那个异空间啊 那个裂痕 伸出来的那个 L-Z 其实就 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差异的啦 因为他们没有耳环嘛 他们没有戴耳环 然后就有点 呆呆这样子 至少动画呈现上来 是这么样子的感觉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想说 他的能力 可以就可能 就帮忙扛伤 就是讲 增加减伤 就这个灵异里面 伸出来的出去帮忙扛一下伤害 然后自己再收到 然后就增加减伤之类的 可能维持个三到五个回合 像我们的Mugen Zamas 还有的话就是 其实我想到一个特别的能力就是 每一次 极细劫色 触手啦 攻击 他就帮补一次普攻 就等于 派一个那个Loday 假Loday出去帮忙打一下 就一次帮忙打普攻 当然帮他普攻 这样子 慢慢吧 这个是 自己的想法啦 也不知道官方到时候会怎么出 不过动画方面 就刚才讲的那几个 其实就还蛮希望 这一次第二弹的活动中啦 我们可以看到角色上面会有没有 虽然说 未必会是Loday 就是了啦 就只是单纯 个人的期望 如果有的话 当然是最好 没有的话 我们就看看官方怎么去做吧 就想说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嘛 毕竟 Loday是真的够帅的 这个邪气 哈哈 卡 尤其是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喜欢 他这个展示的样式 比起大特来讲的话 Loday真的是更加吸引人 OK啦 就是这样 那么大家自己心目中 又希望的画面 或者希望的角色 又是怎么个样子呢 欢迎留言 讨论一下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